中国日本以及一些欧洲国家使用的都是平头卡车 而美国却向巴基斯坦这些浅发达国家看起 坚持使用长头卡车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长头卡车和平头卡车到底哪个更好呢 其实我国和美国的卡车车头演变时恰巧是相反的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 美国公路上跑的基本都是平头卡车 变形金刚里的晴天柱就是一辆平头大卡车 一直到1982年 美国出台了新的法规 从限制卡车整车长度 改为只限制挂车长度 这意味着车头长短对拉货多少有影响了 因此从那开始 美国卡车制造商就将心理转移到了长车头卡车上 而回抗我国的卡车发展史与美国近乎相反 新中国的第一辆卡车就是长头卡车 是在苏联援助下设计的 一直到1989年迎来了一个重要转机 我国出台了国家标准对卡车的长度有了规范 但与美国不同的是 我国限制的是整车长度 但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当整车长度受限 车头越长拉的货就越少 效益就越低 因此长头卡车逐渐被淘汰 能拉更多的货的平头卡车占领市场 并一直延续至今 那么问题来了 两者到底哪个更好呢 美国卡车是长头的 我国为何用平头卡车呢 平头卡车比长头卡车更好吗 有人猜测 既然美国选择用长头卡车 想必是有什么优点 而从现实角度分析 长头卡车优点确实不少 第一都叫长头卡车了 车头内部空间自然要比平头卡车大得多 卧铺和储物空间更宽敞 可别小看这一空间 卡车车司机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 切脚时也是在车上稍作休息 驾驶舱的舒适度对司机的影响非常大 第二长头卡车 发动机距离驾驶位稍远 噪音更小 提升了驾驶舒适度 第三 假设卡车发生相撞 最危险的就是司机 而长头卡车 驾驶位前有一段缓冲区 能为司机抵挡一部分物理撞击 关键时刻能保命 既然长头卡车优点这么多 我国为啥不用长头卡车呢 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方面是因为中美两国国情不同 美国的长头卡车 更注重司机的驾驶舒适度 而我国的平头卡车 更看重装载能力 另一方面是因为 中美两国的地形与道路不同 我国平原只占18.75% 道路弯曲较多 平头卡车事业好 转弯更灵活 而美国平原占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 道路较为比值 不用考虑转弯的便捷性 那么问题来了 你知道为什么美国高速免费 而我们却要收费吗 我国高速节假日免费 但常常堵的水切不通 而平时不堵的时候又要收费 因此有人抱怨 听说全球70%的收费公路都在中国 美国高速公路都能免费 我国为啥不取消高速收费呢 有这样的想法能理解 但其实美国高速也不是完全免费的 而是分成了收水公路和收费公路 美国修路的钱 是从联邦公路信托基金里拿的 从所来说就是公家的钱 其中大多数来自车主角的燃油税 要知道美国仅3亿多的人口 却拥有大概2.5亿辆汽车 税前基本贯购 所以不是不收费 而是费用都含在税里了 此外 美国还有小部分高速公路 是私人投资建设的 因为是自讨药包 所以就免不了要收费了 而反观我国 早期建设高速时 经济还比较落后 钱都是向银行借的 或是靠发债来筹措资金 而当时我国一共才几十万辆汽车 手燃油税也不限时 只能通过向上高速的车辆 收费来回笼资金 时至今日 开物也越来越多 车流量少得高速 多少年都回不来本 路面护栏维护也要花钱 只能继续收费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